肯德基吧,肯德基自诞生以来,那可是风靡全球,而在美国有一家世界上最危险的肯德基,防弹玻璃封闭,吃个炸鸡还得带枪。 这就是在美国,底特律市的肯德基,底特律市曾经也是辉煌繁荣的汽车之城,但是现如今变成了一个经济萧条危险混乱的地方。 而位于这座危险城市的肯德基店,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肯德基,为了防止意外,这里的柜胎都是清一色的防弹玻璃,足足有两厘米厚,可以说想去底特律市的肯德基店,吃个炸鸡还得随身携带装备,因为这里治安非常不好,可能吃着吃着就有躁动不安的危险分子,闯进门大喊一声,打劫不许动。 别看外面枪林淡雨,底特律人要出去吃饭的话,只能选择肯德基,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萧条冷静了,根本没有其他饭店可选择,对此朋友们有什么看法呢?欢迎评论留言,喜欢我,关注我。